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我们计前测试 三天跑完了 回顾一下也是非常荣幸 请到邓弓 之前我们已经有过几次让邓弓给大家解释了 荧光7 然后包括这些RAG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以及小米苏7 但是那波苏7上面这些启动 而且毕竟是民用车 玩了一点 可能玩的不够好玩 那我们今天就来这好玩的 今天我们来请邓弓讲解一下 2025年的F1实质车队 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反正什么好玩的就是聊什么 来我们就首先的话两张图对吧 这还第一个一片的连接与否 从22年新规出来的支持 一直到现在这都第四年了对吧 大家好像还在测连接和不连接 所以说哪个好 能这么说吗 只能说连跟波苏连都有优势 那也是 你连的话相当于你这个便宜的下午面 压力会更多 因为它气流直接走 它会从第一层E 然后直接连到BJ 然后再往上走 不连的话它才会开一个口 所以说你第一层E的下午面 这块负压会降低一点 但是不连的话 这块汽车更多汽车可以给车底 所以说就是一个balance 你连和不连都有优合力 所以说他们会测 有可能我这车目前赛道 可能适合这个或者适合那个 所以这个不是有一个严格的好坏的 只能说不能设定不能想法 但是如果你这个车队的BJ 为了过碰浪测试做的很长 你只能连上 你能缩挡 意味着你BJ本来就短 因为我记得F1-75的话 是一直都是连着的 他们至少二十年从来没有过 跟第一一片没有连过的配置 换句话说 你想不连的话 你对于前BJ的强度要求很高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是红牛RB21 看起来是在前选附近 用了一下FlowWiz银光漆 对于银光漆不懂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上一期跟邓功来讲的视频 那银光漆这里能够干嘛呢 好 没事 邓功继续 银光漆其实有很多种用法 就是你第一层你是为了看流线 这是最简单的 然后可以看哪里分离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你能看出这儿的流线 但是这个东西的核心 其实不是为了它 而是为了前选 这个地方是为了图在前选上本面 看前选有没有分离的 因为简单想象一下 你鼻翼的气流是往上的 然后这儿前选 它是一个为了是把脚要按下来 因为你这儿压力大的话 你可以立好你的前轮能控制 所以说你前选 前缘就会有可能有分离 所以它为了看前缘有没有分离 所以这是为了加前选的 其实对于所有的前选来说 都是做一个上行 对吧 前选应该是接住上行的气流 然后把它引导到后面的底板 看怎么再继续地去用它 是吗 或者简单想象的话 你假设你前选在上行的话 那么你从前视角看 车轮在这儿 然后车壁在这儿 前选如果在上行的话 你能想象气流照往上走 那么就会把车轮照着气流往内带 那本来假如台轮轮 本来有个tire wick 那这tire wick就更往里走 那这往里走之后就会进车底 所以说前选要按住气流 让它不要那么上行 说到麦凯伦 麦凯伦 麦凯伦首先的话 关注到前选 中体的结构没怎么变化 但是这个upper suspension XB这张照片 邓公发现什么了 它降低这个东西 我不太懂起盘 所以我先不说 概括的说一下 光说转挂几何的话 是增加了它前选的antidive的属性 但具体是为了啥 就不猜了 底盘 部门 应该有很多可以说的 但我们这块的话 只看它的气动 从Aero角度看 这个核心是你前长 从这儿 然后变得非常长 然后到这儿 然后这个地方还利用 它一个规则允许的 一个后面有一个 然后它可以拉得很长 这个东西效果 就是很明显的是 你为了增加它 产生下起的效果 然后你可以增加这儿的高压 你增加这个 悬挂下方的高压 你想它这个外侧是啥 外侧是胎位 所以说如果你这儿 更多的下起的话 你可以增加整体 这里下起 然后这个气流会往哪儿滚 因为你走壁 都是它 你中间车壁挡着 所以它只能往外侧走 所以它会推着这个胎位 往外走一点 而且这种胎推的 就是你从高速推 换用这个层性 其实如果有人在看的人 是搞大人生方向式的话 这个事儿 就是你可以用前旋的下起 去推胎位往外推 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你用什么外系的东西 去推胎位的话 你规则要求 你必须离地 我已经多少厘米 那么你往胎位推之后 就刚刚刚说的 你高速往外推 低速往外推 会往里走 但是这个靠悬挂往外推的话 往下推的话 它就是真的 你悬挂往下推 然后它底下气流就会往外轨 所以它这对胎位 控制非常有用 跟比如说从Undercut那块 往外推 区别是什么 因为Undercut往外推 所以你下面有个Floor挡着你 然后它就会 你这往外推 它都会从Floor下来进去 但是悬挂的话 因为下面没东西 下面就是地了 它是靠下去 它是靠下吸 然后产生外吸 OK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第一是 法拉利 你这儿有东西 麦克兰这儿也有 你可以看出 这个就是纯粹两个内吸 而且为了防止分离 这地方还开得缝 对 它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下面带缝 但上面是连一块了 它有可能想让上面产生窝 在这个地方上吸的后边 它可以限制你乱流 已经带到外边去了 再往前放 所以这个地方 它跟它一起控制 它趁着你的Cockpit Loss 这个我只能说 就形容很有意思 OK 这个跟红牛的非常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红牛好像红牛可能在这儿连起来了 再一个地方是 前部上吸 后部下吸 然后从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下吸走得非常大 这感觉就有三四十度 这张图 首先各个车机的轴距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要知道 轴距不一样的话 整个车机板的长度 可能会有一点差别 OK 但是即便如此 你可以看到 麦凯伦的上吸有多长 从这儿开始到这儿是上吸 然后从这儿到这儿全是下吸 华拉利呢 当然轴距不一样 所以总统都挪 没有办法 就是特别对应 上吸短 下吸长 红牛是上吸跟下吸差不多长 从这儿来看出来 根池是上吸跟下吸差不多 下吸可能特别长 马丁也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麦凯伦和华拉利 Stake不配备分析一下吗 其实你会分析 其实你可以上吸这么长 下吸这么长 上是上吸这么多 下吸这么多 它是上吸比较多 下吸又少 小牛这里还挺有意思 然后我威上吸很多 下吸多 所以说不同的上吸下吸的比例 决定了车底的气流的安排是不同的 OK 所以说即便你没有设计图片 你可以通过这个来 至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车队 可能它的车底桌上布局是不同的 OK 所以说除了侧箱之外 其实大家能看到的很关键的点 还是在于Floge Win 因为Floge Win的怎么设计 能够反向的让大家猜到 它车底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可能 玩法不同 玩法不同 那这块的话 我们来关注一下去年的车队冠军 麦卡伦 他们的这个是怎么个玩法 说实话 我也敢猜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关键了 我要猜的话会暴度 VM4就怎么想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不敢猜了 又敏感脱敏 好 我们说点能说的 你觉得哪里有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 你大家可能会关注所谓的火箭筒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火箭筒 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你看你所谓有火箭筒 你能够多从这儿 就这个形状 你没有火箭筒 其实它虽然也不是这么短 因为这儿还有开口 所以它还是这么宽 就是乱流的形状 对吧 但是不同的设计 你可能 这个就是你跟伪翼的配合 你是有时候你想让伪翼前面 那个截面的那个乱流 到底是宽而扁呢 还是希望它是窄而高 对于这些 不管乱流还是Cockpit Loss 车队是不是都希望这些东西 不要影响到伪翼 也不要影响到两翼 最重要是伪翼这个Fung 和伪翼下边面 这部分区域最好高能 Beam Wing Fung和这下面最好高能 所以说就是把这些Cockpit Loss 和这些低能的散热的气流 能不能从这两个很关键的地方 中间穿过去 对所以中间就是 你是找长而细 还是不短而宽的 就不同车都不一样 OK 因为Rocket的话 看起来是在22年的时候 当时L-Ping有一点点 小牛有一点 23年的话 好多车都有 24年所有人都有Rocket 然后今年好像一半 差不多 有的时候你也会被其他车的东西提醒一下 也许你多尝试尝试 也许还有更好用 这跟大流吗 觉得所有人都Rocket 我们也试试发现还行 因为这个东西开发是要很长时间的 所以你这个来不及改 你不改了 或者你算一下 发现没有用 你就不改 但反正我觉得这个很神奇的是 去年所有车都在用这样的一个 感觉这个地效时代 大家玩的这种东西也是一阵一阵的 对吧 现在就收敛了 先一口可以说一说 他从去年的Overbyte 是Overbyte是吗 去年是年初Under 然后年终画了Over OK 但是他没有这个经验 去年的话是Underbyte下面侧面那块是一个单独的 然后今年的话 我看好几只车队都改成了一个连一块的P形 就说这个进几口 我觉得是一个反正我很感兴趣的点 首先这个东西是负面层吗 简单说 来去让负面层进点 这肯定有变层 这变层肯定为了吃掉 吃掉 那么可以给这儿的气流更干净 OK 你会在很多车队的FlowWade上看到 FlowWade不是夹在这儿 是夹在了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你是外系在内系 这里或这里 你想看这儿会不会分离吗 对 这个地方分不分离 如果你加了这个的话 你会不会变成吃进去之后 那个地方气流会更干净 这儿会更干净 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分离了 但是只能说减少分离 VD真不分离 我记得当时RB18有一张 整个都涂满了所有位子 但是这两年好像没有 就是整个都涂了了 这个地方有点像麦凯伦 Overbyte你这儿会高压 然后能看出这儿高压 你能想象吧 这儿没有个窝 但是它又用这之后 把这个脚上的窝给削弱 更多的窝其实它在这儿 它做的内系 所以说这地方会有个高压 这儿会有个高压 这儿会有个高压 它这一个立起来 反而是削弱了窝吗 有可能 这个不好猜 不太好猜 这张图有什么好玩的 能看出它的 下面上起 下起非常长 这个的话 假如你Flo Edge看见了这个之后 下面会是怎么玩的 我只能猜 OK 你最喜欢猜了 也不太说 只能说正式图的话 你后面如果下起很强的话 有可能它会利于它的高的Ride Height 时候的下压力 因为你如果比较平 因为这儿是高能气流 高能气流在它上方 然后你下起之后可以让高压引下来 高压引下之后再被抽进去 如果你很平的话 有可能这个地方外起出来的电动气流会被收进去 所以说你越斜 也许你可以跑到更高的Ride Height 换句话说你对各个Ride Height不敏感 换句话说你第一次玩可能会强 因为第一次玩Ride Height都高 因为第一次玩速度慢 就是没有气动对于整体车辆悬挂的压缩 所以说车是离得高一点 然后离得高一点的话 是不是这个Floge Wing 它对于边缘的 可能前面这些不好的气流的控制 就能力更弱一些 只能说它是一个连锁的 一个是悬挂的远硬 悬挂的高度 加上这个地方下起 加上你后部的汽油下压力的分布 是一起设计的 都非常复杂 所以说或者说车迷们 你能看图片的时候 你不只关注一个前后上下起的关键篩尾 他看下起谁多谁少 然后你可以看它车是不是可以跑得让它更高一点 法里的Undercraft 它这儿是墙外洗 然后就很平了 而麦克伦它外洗出去 它后面收的很厉害 麦克伦或者红牛 可能是外洗之后再收回来再外洗一下 所以说这就是 你看着都长得差不多 都是Overbyte 但是其实它的设计方式 玩法完全不一样 尽管都Overbyte有共同点 但是关键的点在于 Overbyte的下面这些气流 后面是怎么去用它 怎么去控制 所以Overbyte给了一个总量 当然总量一部分要吃进侧箱 就是吃进散热是吧 对 然后上下一部分气流 就是什么地方 从前到后什么地方给外洗 这波动车都是玩不一样的 所以说 OK 即便你规则相近 规则是一样的 然后你应第四年了吧 对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差别的 但只能说各个车在自己的方向上 迭代都迭代到很极致的状态而已 OK 所以说我们的这期视频就到这 大家假如喜欢这样的模式的话 我在下面留点言 然后登工要让大家去follow你的频道吗 可以吧 我很少 也许我后来会看 也许 那大家多去催更一下 怕我发这些东西大家不怎么看 如果大家看多多可以看 我觉得大家会很感兴趣 毕竟这真的是一个 不好读懂 有种东西叫不明觉历你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3月10号会录车对车手的前瞻 之后的话 我们看什么时候来跟登工约一期播客的时间 我觉得有非常多可以聊可以讲的东西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 大家记得简单投币三点转发 支持一下吧 感谢观看